领航员海豚 大海中生活着一种聪明的动物,海豚 它和人类很亲密,常常帮人类做有益的事情 例如在海洋上充当义务领航员 引导船只绕过岸礁,平安地到达目的地等 1880年的一天,大雾笼罩着新西兰的别洛鲁斯海湾 一艘轮船在布满岸礁的海面上航行 天哪,怎么辨认航线呢?船长绝望地喊着 突然,船长发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,有一只海豚在跳跃 他明白,有海豚跳跃的地方,水一定很深,不会触跤 于是船长决定跟着这只海豚前进 奇怪的是,海豚也好像是专门来领航的 带着轮船穿过浓雾,绕过岸礁 最终把轮船平安地领出了海湾 海员们高兴地给这只海豚取名为别洛鲁斯捷克 从此以后,这艘轮船每次经过这里 都会遇到这位忠实的领航员 这只海豚天天坐领航员 一次事故也没有发生过,一直坐了32年 后来,人们在海底岩石缝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为了感激他所做的一切,人们特意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 还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新西兰政府也专门颁布了保护海豚的法令 号召人们保护海豚,保护海洋动物